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从美国回来 我觉得说美国那边好像大家对这方面是比较考虑的习惯的 那台湾我会觉得说大家很有心 但是没有概念 那就像你讲说他们好像对于这个事情也没有仔细思考过 真的碰到要怎么办 其实在美国的部分是因为有ADA法规的关系 所以它的规定非常的仔细 就是连后台它都有一些规范存在 但是其实在台湾目前的法规上来说的话 以生权法来说 在表演场地上它其实就只有观众系 它的规范只有到观众系 所以一旦你有其他的身份 例如说你是个表演者的话 其实你就上不了后台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严重的就是希望能够再去修改法规的部分 那法规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一旦有了一个规范之后 大家知道怎么做 就是照着那个规范去做 那规范是一个最基础 你就是要做到这个程度 那当然有了规范之外 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样去落实 这个落实的部分就是要让大家理解这些规范是为了什么 那就我们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来说好了 像无障碍厕所 那无障碍厕所的那个马桶旁边会有两个扶手 那一个是活动性的 一个可能就是固定性的 或者是两边都是活动性的一个扶手 那个扶手呢是最常被做错的部分 即使有了法规 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马桶旁边要有两个扶手 它其实就是在让你能够站起来的时候 有手的支撑力量 那当然一旦你不理解它的作用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做的是一高一低 或者是非常远的地方你撑不到 你的失利点不对的时候 那两个扶手即使存在但是起不了作用 对所以我觉得软体跟硬体是要相相并行的 就是你要有这个法规的存在 但是相同的你要去理解 为什么这些的措施 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就你所知像这些规范的单位 或者是设计单位 他们有没有实际找一些伸张朋友来测试 就除了找学者专家之外 有没有实际的找一些就是障碍朋友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团体 或者像你这样子比较在这一方面有下功夫的一些朋友来参与 其实在过去的话是真的只有专家学者 对那这些专家学者他可能对于一些建筑概念他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对于障碍者的需求他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涉及 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来慢慢的在进步当中 我们现在在台湾推动的是公民参与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动那个无障碍的这些设施的时候 其实有生权委员会 那这些生权委员会呢就是有很多的障碍者 那像最近台北市正在推选生权委员会的这些委员 那各个障碍的人都可以经过选举的方式 由障碍者来选举 那每一个人都去说证件 那我觉得越来越多障碍者愿意参加这一块 光今年台北市就是要选出七个生权委员 那是针对不同的障碍 然后不同的族群来推选出来 那总共要选七个人 但是有120个人参选 所以其实慢慢慢慢的 我们有很多的障碍者也参与了这个 就是这个障碍 无障碍环境推动的这个讨论过程 其实是有的 你刚才提到说 他讲生命斗士啊 生命勇士好像很好 但是亲人听起来 但是我知道您还是有去各地有去演讲 有去鼓励一些朋友 是是 其实我到了各地去演讲 除了分享我的生命过程之外 其实我也想要让大家理解 障碍者真实的生活是什么 因为大家可能是 像我到了现场去演讲 很多人就会想说 又是一个生命斗士 但他可能要告诉我说 你要好好读书 你要孝顺父母之类的 我听过很多的学生 他们的回馈给我的 就是听完演讲之后的心得 他们每一次第一句话就是 其实我要听演讲的时候 我第一个是先瞧好我的姿势 准备要睡觉 因为我听了很多很多励志的演讲 其实对我来说很疲乏了 但是在听你的故事过程当中 我突然发现了很不一样的演讲 因为我开始知道 原来障碍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形态 原来不是所有的 就是一切都是光明正面的 原来生活当中跟我们一样 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原来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事情 对你们就是这个族群来说 是挫折连连的事情 那他就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以后要当一个建筑师 我希望我所设计出来的房子 都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的 嗯 感谢观看